阿桑 心慌焦急的不停重複同一句話 因為他的丈夫倒臥在馬路中間 頭部流出鮮血一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緊急出步包紮後 立刻送醫 十二號大年初三 住在臺南獄警的王興林長 一如往常出門查看愛車 但住在對門的蘇信鄰居鬼鬼祟祟 先是躲在門後不停彰望 跑出來之後巷弄內傳出大聲叫馬聲 蘇信男子跑出來時手拿著鐵製啞鈴手把 他就是用這個痛打王興林長 鄰居聽到聲響 通通跑出來查看 有鄰居幫忙CPR 有鄰居協助打電話報警 好不容易才將王興林長 從鬼門關前拉回來 王興林長送醫檢查後顯示 蜘蛛膜下腔出血 至今已經一個禮拜 臉上的黑青還沒有消退 王興林長被打得莫名其妙 但對面開設旅館的蘇嘉有話說 甚至都是在他們家大門口那邊 一直裝著監視器 24小時監視我家 目前王興林長已經提出 殺人未遂恐嚇和傷害告訴 林裡之間徹底撕破臉 華視新聞劉漢森王之軒 台南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